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里面的Lens老师 这一刻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找苹果这个玩法 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当我们手掌识别到红色的苹果呢 它就会自动的去抓取这个苹果 否则的话呢 手掌就会左右的摇动 还是使用我们的颜色识别模块 它能获取我们的颜色值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判断当前的颜色来决定是否抓取物品 我们准备好这些物品之后呢 来看看我们需要用到哪些主要软件指令 跟之前一样也需要处置化我们的颜色传染器 设置我们多机角度的指令 还有获取到我们这个颜色传染器的指令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程序 跟之前一样开机的时候呢 先处置化 Start Bit颜色传染器 接口为4 接着呢 再将我们的舵机 调到一个升开的状态 并在点子上显示一个淘心 再看看无线循环的结构里面 我们首先对颜色传染器获取的颜色进行判断 如果检测到颜色是红色的话 也就是我们苹果如果是红色的话呢 它会显示一个字符串2 并且让所长做出一个抓取的动作 将红色的东西抓在手中 如果识别为绿色的话呢或者蓝色的话呢 它们都会执行一个摆动的动作 其实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将程序简换一下 大家按照这个模块将程序编写出来 然后我们来一起看看它的效果吧